現在中央希望恢復20%的專責病,您同意嗎?這個人力到底夠嗎? 今天早上我要下一次請防疫會議,是這樣 台北市的策略是這樣,我覺得中央是這樣 一下子下命令下去,第一點我反對確診病例分散在所有的醫院 理由是這樣,迫活越多,因為變成防守的地方太多 所以我們按照中央的指示,我們要做一些修正 如果可以壓在100人裡面,我們就用和平跟三種,這兩家醫院就撐住 如果還在往上增,我們再加4家,求人不如求職 忠孝仁愛中興跟兩名再加100 我是希望是這樣,如果可以壓制在200床以內,200個確診者以內 我們就用這幾家醫院就擋住 超過200以後,我們才開始動用區域醫院跟醫學中心 為什麼,如果每一家醫院都收集個病人,會搞到遍地瘋狂,導致防不慎狂,更容易破口 所以是這樣,中央的命令我們已經接到了,按照他的戰略,我們有贊助的修正 所以如果在100名以內,就兩家醫院擋住 如果要擴充到250左右,大概就再加4家醫院擋住 如果再超過200到250的時候,就算台北市緊急狀況 我們就真的要啟動全面的,就恢復到5月的時候的狀況 我們就真的要啟動所有醫院那個 但是我是認為是這樣 因為在現階段,像每一家醫院都要控訴病房等病人 事實上也妨礙每個醫院的醫療量 因為醫院不是只有處理新冠肺炎,甚至自創膽截止也是要開刀,也是要應付 所以我倒覺得不要風吹草動,讓整個醫療體系陷入那種哀抖 這是閒置狀態,這我反對 所以我們台北市有按照中央的指示 重新把整個台北市醫院的這種開放順序 作戰計劃我們有重新留一個